我国两只熊猫星星和亮亮生日啦 国家动物园帮他们大肆庆祝 但他们俩呢却不领情 一个迟迟不吃一个砸蛋糕 亮亮要馆内的工作人员 一直拿着萝卜引他到蛋糕旁 在工作人员大约15分钟的苦苦哀求下 亮亮终于走到蛋糕旁 悠哉的吃着萝卜 而星星呢一出来就被高大的竹子蛋糕吸引过去 可惜的是 星星根本不知道这是个蛋糕 结果把蛋糕给推倒了 最后两只熊猫还是乖乖吃着 为他们特别准备的蛋糕 特地来看他们的民众呢 完全败倒在这两只兽星的魅力 不停地拿出手机和他们合照 除此之外呢 国家动物园也举办了一系列的活动 来庆祝这个大日子 馆内呢 邀请了和熊猫同一天生日的小朋友们 一起庆祝 看来熊猫潮在马来西亚还很热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